農曆三年後,第五波疫情肆虐香港 高峰期日增遇7萬宗確診,醫療系統一度崩潰 大量確診者求醫無門 恨得中央關心、關切 短時間內組織多批內地專家組、醫護人員來港支援抗疫 令香港的疫情很快就可以受控 而今,內地醫療隊完成援港抗疫使命 讓我們一同回顧他們在香港抗疫的點滴 我們是有信心在中央的堅強、正確的領導下 我們有信心也有決心跟香港同胞一起 把香港的疫情盡快地控制好 我們說抗疫靠的是大家,抗疫人人多有責 所以說香港的市民這個地方 一定要遵守這個有關的規定 這樣子才能夠你好,我好,大家好 我們一定會抓緊司機努力工作 和香港專家一到密切合作,充分交流 確保香港人民窮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 香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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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選項,共青堅議 選項,共青堅議 選項,共青堅議 我們在內地就看到了很多香港中醫同道 積極抗疫的很多的事蹟的報道 我們也深為感動 那麼在我們到來之後呢 這個會跟香港中醫同道一塊來商討一些 更加適合於香港的,尤其是擴大應用中醫藥的一些思路和方案 在這場抗疫硬炸中,兩地醫護同心協力救治病人 他們起初雖然面對雨熱,電腦系統等的阻礙 但大家互相無合,很快就打成一篇合作無間 我們開始合作,大家熟了以後 第二天還是第三天 有一位醫生就跟我說 如果有什麼需要的話,隨時提出來 就是能幫忙,他們一定會幫我 就是挺感動的 其實真的,你能感覺到就是 香港醫生真是真心跟我們在交流 他們非常好,非常認可我們 在亞博館的工作,患者多為長者 醫療隊盡心盡力照顧好每一位病人 經歷連獄奮戰,香港疫情大幅回落 逐步平穩受控 內地援港醫療隊功成新退 可以回到家人的身邊 內地醫護人員為香港病人提供充分的照顧 他們不單止治癒了病患 亦為社會帶流了正能量和戰役必勝的儲光 他們在離開的時候 很多市民都由衷地跟他們說一聲 多謝